台灣土地可以隨便你們用政治用 為了發電 而且這背後台電或怎麼著 還有很多的其他的利益團體 一個天然氣感後面好多維修方案 各位很多維修方案 不是都台電全包 那維修方案的背後都是哪一些 技術公司 這當中跟綠營跟小營之遊會有什麼關係 這個當中其實政商層層疊疊 不是只有台電而已 在最後展展的最後讓那麼多人 看見了這些政黨政治或台電或經濟部的 他們這些梗圖這些醜陋 惡心遮蔽的這些手法 使得那些原本可能在藻礁 完全沒有感覺或不知道是什麼人 也因此在憤怒中 轉化成對於這個藻礁公圖案的部分的議題 各位好歡迎來到CTI Talk中天頭殼 我是王上志 那麼這個節目其實會邀請到非常多 包括我在內的很多的專家學者 我們以不一樣的觀點來跟你分享 我們對許多重要的新聞時事的看法 要知道現在其實在很多的政論節目上 其實大家對我很多很激烈 大家很過癮很刺激的觀點 可是對於觀察一件重要的新聞時事 尤其跟我們修期相關的 其實還是有不同的觀點 而且這些觀點當中有的是比較激情 有的一些其實比較冷靜 所以在中天CTI Talk 中天頭殼這個節目裡頭 就可以聽到這麼多的觀點 所以我在其他的媒體的部分來講的話 也幾乎網路媒體的話 就只有在中天這裡 主要也是基於這個角度 那麼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當然是藻礁公投案 了不起 這麼冷門既然能夠過公投 在前幾天也就是在3月1號 正式通過了公投案成案的門檻 整個聯署書的送達 尤其在最後幾天 你知道那個暴增 哇真是了不起 已經過了36萬份之多 而且就現在的程序當中 已經可以順利的列入 在今年8月中下旬 會正式舉行的公投案當中 可能現在加起來有四項的公投案 哇藻礁公投案 很抱歉我沒有聯署 因為前一陣子已經過年了 還有我自己生病 那我內心非常支持 這個不是事後的馬後報或鳳梁話 但是呢只是說 早就要按去的是很特別 我有一些對這個案子特別的觀察 跟一些思考 所以今天在這個CTI Talk裡 我跟你分享 你可能覺得不太習慣 可是我還是忍不住要講 因為這是我真誠地在觀察 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台灣有那麼多新聞時事議題 那麼這些新聞時事議題當中 牽涉到的各式各樣的人事物 但是舉凡如果牽涉到跟台灣土地 我們生存的這個大自然環境 扎扎實實台灣土地的這些 我不要說環保議題 當然大部分是環保 我就牽涉到台灣這些土地的 長久深遠影響的 的這些案子即使再冷 也很奇怪 最終因緣交錯的不知怎的 莫名其妙的 最後都還是你不得不去 正視它 其實藻礁案在桃園的海岸 在環保團體在當年提出是非常弱勢的 要知道環保的案子在全台灣非常非常多 那麼這些案子往往都是一些環保團體 他們自己本身如果特別關切 特別是在地在地的人們 草根的人們關切這些議題的時候 他們就會提出 可是要知道從一小群人關心 最後慢慢擴展成全國的關心 它其實是歷經坎坷的 彷彿以前我們卡通看照苦兒流浪記 或小鷹的故事一樣 一個桃園草根的小議題 要慢慢的進入到全國人們的心目中 這當中真的非常艱難 首先地方記者的報導 其次有一些引起某一些人的理解 甚至在那個階段包括中天當時在電視台 包括其他的各式各樣民視 無論藍綠 可能在一開始根本都不會報導 只有在小小的報導 社群裡頭慢慢擴散 所以我要講的事情是說 這些牽涉到土地的 跟人們很真實 跟我們所生存的這個環境 它其實都是一個區域性的東西 所以你看它要能夠現在到一個公投 連可能我說台東的阿嬤 那個宜蘭都足不出戶的那個 一個歐利桑 其實大家可能都知道 因為早就要怎麼回事 你知道信息的擴散本身 它有太多的變數 它不是當時這些發動者 他們所能想像的 只有太多因緣際會 但是我不得不說 在我做新聞工作這30多年來 許多所謂牵涉到全國性的 不只是環保性的議題 往往都有一種無以言喻的奇特 或者對我來說是神聖 就是說土地這個部分 我們作為這一代人 對於藻礁的部分的環境 我們姑且不要說它有多珍貴 這些藻礁的部分 是多麼了不起的形成的 這些生物的樣態 它就是台灣土地當中 一塊已經歷經 甚至是百萬千萬年 上億年 才能夠形成的這個 這麼樣的土地環境 可是呢就我們這一代人 甚至就我們這個政黨 這幾年的政黨 最後在這個地方做了一個決策 最後把它破壞殆盡 我不想去說裡頭 有沒有什麼土地神 觀音有沒有藻礁神 我不是要訴求這些 靈異或者是多神論 但是你不得不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就藻礁那邊 其實跟大部分人的生活 都沒有相關的 可是人們對它會 最終會側目 乃至於最後演變 當然這裡頭有 好多政治交錯 我們待會也會來提到 所以有關於 這些土地神聖的 這些議題 我總覺得 未來在我們面臨到 很多新聞時事的過程裡頭 一般我們的民眾 我們就輾轉得知 然後同樣的 我們在觀察 這些政治人物或政黨 他們在做這些決定的時候 我們不妨冷眼下來 跟著這些 無論有沒有藻礁神 有沒有台灣這座島嶼的神 有沒有這個土地公 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天使 各式各樣的 我們不妨站在這些神聖的角度上去凝視 去冷眼看待這些政治人物 跟這些政黨行為 他們一以所欲 他們用他們自己個人的政治的意圖 無論他們有什麼理由 為了電啊 為了怎麼樣啊 為了瓦斯 為了這種天然氣供應 無論他們從如何現實的理由 但是你所面對的這一片 沒有辦法發生無言無聲的土地 從這個藻礁的這一群當中 藻礁也沒有託夢 給任何人 我們知道在這一次的行為當中 很大的力量是來自於學生 跟很多的英文人士 在社群當中 穩定的擴散 而且激取滲入很多政治的正義 包括長老教會 等等教會人士的這些在內 很多政治意識 終究核心的在地草根的發起者們 一些環保 特別是關心藻礁的這一些的 專家學者們 尤其是學生 而且對這份土地的感情 始終最後是讓這個東西能夠 不斷的不斷的擴展 最後突破所有的政治的包抄 這個核心這種很誠懇很純摯 很真誠的力量 我覺得這個部分人心的真誠力量 跟我剛剛講 無以言喻的這種神聖的因緣交錯 台灣土地可以隨便你們用政治用 為了發電 而且這背後台電或怎麼著 還有很多的其他的利益團體 一個天然氣感 後面好多維修方案 各位 很多維修方案 不是都台電全包 那維修方案的背後 都是哪一些技術公司 這當中跟綠營 跟小英之遊會有什麼關係 這個當中其實 政商層層疊疊 不是只有台電而已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 最後一群誠摯跟征程人們的 無以言喻的努力 默默的從角落的努力 乃至最後無論感動或者是觸動了 這些無以言喻 我們看不見的這些神聖的因緣 然後在最後展展的最後 讓那麼多人 看見了這些政黨政治 或台電或經濟部的 他們這些梗圖 這些醜陋 噁心 遮蔽的這些手法 使得那些原本可能在藻礁 完全沒有感覺 或不知道是什麼人 也因此在憤怒中 轉化成對於這個 藻礁公投案的部分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有意思 只要是舉凡是台灣 牽涉到一些土地環境的 這些議題 它就不只是一個環保議題 我個人是不太說 環保議題 經濟議題 就義問題 政治問題 其實我個人不太從 不只是從這些 各個領域的層面來看 在新聞時事的議題上來講 我往往會去思維 最終還是許多人性的這些 無以言喻的力量 那些感動的力量 感動沒有辦法被量化的 感動是橫穿任何的政治 經濟到社會的領域的感動 然後以及這些 還有些因緣交錯 我自己在電視台這麼多年 很多新聞事件的變化 都難以在最初能夠想像 連我自己都覺得我看走眼 我從來沒有覺得 過去覺得藻礁議題 能夠發展成一個全國性 大家要關切 我自己也沒有想像中 最後能夠跨過共同盟案 所以藻礁共同盟能夠過 我們都非常高興 無論你有沒有属民來支持他們 但是呢 而且後面八月能不能通過 也還不知道 但是無論如何 當大家都讓全國的人們 乃至國外的環保界來說 還有一些NGO NPO的團體 都開始在注意台灣藻礁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覺得這整個過程真是令人敬佩 同時也令人感動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 有關於藻礁共同盟通過之後 我沒有要罵誰 我也沒有要說誰 但是我希望你跟我一樣 我們都有一個奇妙 謙卑 貼近人心 寬闊廣大的神聖的凝視 未來所有的政治 尤其牵涉到台灣土地的問題 我是王上志 這就是今天的CTI Talk 中天頭殼 我們下次再見